安省进步保守党在6月的省宣胜出连任 省长福特今天就公布新一届的政府内閣成员 并且在省议会宣誓就职 内閣成员增加至30人 何家碧的报道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省督道斯韦 以及众国员等各方代表 今日上午10点出席在省议会大楼外举行的 宣誓就职儀式 执政进步保守党新一届内閣 由上届28人增加至30人 包括7名女性 上届女性各员为9人 备受觸目的是前司法厅长琴斯 接替退出政坛的叶丽娅 被提升为新一任卫生厅兼副省长 同时其他几个重要的各员人选都维持不变 包括财政厅长继续由背室蓝福委担任 内设继续出任教育厅长的要职 省长杜格福特率先宣誓就职 之后发表演讲 表示将不负选民所托 每日都会竭力领行承诺 更加呼吁各党派团结 建设更加繁荣强大的安省 其他保持不变的各员 还包括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及贸易厅长霍德力 运输厅厅卡罗林梅隆尼 劳工厅长麦洛顿 长者及商建服务厅长赵承俊等 不过两名厅长被免职 包括前旅游文化及体育厅厅墨克努德 培训与专上教育厅长罗马洛 获提拔担任厅长要职的就有二人 包括省长杜格福特的外申 首次晋升省议会的米高福特 获任名公民及多元文化厅长 以及来自约克中心选区的克之立 接替法务厅长职位